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周慧敏 苏永康 杜德韦等人同台共享鲜花与掌声 他 献艳求书真 霸王金要武扬威要资源 最后却沦为风月边角量 他就是被称为中楚红蟹班人 香港最后一代性感游物陈亚伦 挣扎半生却怎么也红不起来 反倒是在一条黄色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1966年 陈亚伦出身在香港一个离异家庭 他从小就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 虽然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 但是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发续 一袭大波浪长发 精致的脸蛋 术果累累的身材 导致上学时许多男生经常围绕着他转 1985年 19岁的陈亚伦陪朋友去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 原本没有报名参加的打算 但爱和朋友交钱替他报了名 也只好硬着头皮参赛 那届歌唱大赛中有苏永康 杜德伟 李克勤 周慧明等新人 可谓人才极其竞争激烈 陈亚伦唱歌并不突出 也没有取得什么名次 反倒是身材该突出的地方很突出 面容也很突出 有点像钟楚红 令人眼前一亮 脸参赛的男生们都围着他转 一不小心成了轴心 哥哥张国荣和李小田两位评讳也忍不住对他多看几眼 频频点头 这一年苏永康刚刚二十岁 正是经历旺盛的时候 怎么可能忍得出性感美女的主动嗜好呢 两人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这位两人日后促膝谈心提供了条件 也让陈亚伦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一个黄姓男人的设程 开始想扎根港圈后的他 开始利用高美貌优势各种撩人 通过苏老哥的推荐 他把陈小姐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哥们黄尚伟 随后黄老哥就成了陈小姐的正牌男友 鄙视的黄尚伟也是个人才 能力很强 尤其是在音乐方面 黄老哥更是有自己的拿手好哥 记得见面那天 看到长得如此惊艳的陈亚伦 单身多年的黄尚伟咽了咽口水 不禁打了个冷战 自此一见钟情 于是黄尚伟绞尽脑汁 为陈亚伦专门打造了 谈多个夜晚只喜欢一个人这两首唱片 不仅没有收费 而且还帮他拉来了投资 并主动给他担任监制 谁知这次他破功了 专辑依旧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尽管没有因此走红 看到黄尚伟为自己忙上忙下挺辛苦的 陈亚伦还是给予了他实性实软的安慰 可那时陈亚伦满脑子还都想着是怎么走红 见自己在唱歌的问题上实在不读出 便抛开黄信男友盯上了一个能让他走红的胖子 这名胖子不是别人 正是大导演王天林的儿子王金 王金堪称鬼才导演 对捧红身材突出的女星很有心得 身材突出的张敏 在王金和相视兄弟的共同开发下 因出演金装追女仔之二等脱颖而出 陈亚伦看了看自己觉得自己也挺突出 应该能从王胖子这里找到突破口 便主动接近 只是王金当时很忙 想遣规则天天都能遣得他 身边美女实际在太多 比如今做核酸排队的人还多 所以并没有一开始就把他放到重点位置 倒是给了个机会 小试了一把他的深浅 1988年 王金先让陈亚伦跟裘书珍 李美凤张曼玉等人一起出演电影 《求爱敢死退》 只可惜他既不如人 依旧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此后陈亚伦还在周润发主演的《老虎出坑》 胡慧忠等人主演的《霸王花忠》 打过酱油 该和演技拼不过吴君如等人 而身材又拼不过叶子眉等 依旧不温不火 1990年 24岁的陈亚伦和莫少聪 周星驰等一起合作出演了电影《龙凤茶楼》 在影片中跟莫少聪出演一对行律 上演了很多大势度的戏份 从而传出了一些绯闻 莫少聪也算得上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和他传出过绯闻的女星 也走马灯般换个不听 其中还有日后将与陈亚伦发生重要交集的艳星 陈宝莲 那段时间 陈亚伦还参演了电影《老虎出坑2》 和《我老婆不是人》等 但论颜值又不如关之灵 论演技也很一般 此时的陈亚伦看见自己几番折腾后 依旧眉红 便在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却不小心有点黄 1992年 24岁的邱淑珍在王晶的亲自操盘下 凭借电影《聚落羔羊》 戏份无数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性感女神 甚至还被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看到前辈邱淑珍仅仅因为一托 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陈亚伦便心仰难耐 想要效仿爆红 于是陈亚伦又主动找上了王晶 用行动表达了自己拍片的决心 王晶一番打量后 亲自为他量身制作了大尺度风月片《维琴》 陈亚伦本想这次做出一点牺牲 换来王胖子的力挺一定能够以托出名 陈氏却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滑铁路 陈亚伦不仅没有像邱淑珍那样以托成名 反而因为托的尺度太大 让观众一览无疑 没有了可以幻想的空间 一点也不买账 如此看来 王胖子在女性身上出力大小 和令女性成名大小往往也是成正比的 实在不甘心的陈亚伦继续挺挺胸脯 陆续又拍摄了《南洋十大邪术》 《风尘三女侠》等风月片 尺度也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黄 但依然没有如愿爆红 看到女友拍片的尺度越来越大 黄尚伟实在无法忍受 头上绿油油的大草原 对他彻底死了心 转身和另一个女人好上 后来结婚了 没有了男友的束缚 陈亚伦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主动跟许多隐士大佬攀升了关系 并且发生了一些不知真假的劲爆绯闻 如搞没爆出的平安夜被庶民大汗亲婆 实在很颜色很暴力 当然 这些大佬中自然少不了精力旺盛的成龙大哥 他一度和陈亚伦靠得很近 笑得很欢 貌似很爽 陈亚伦虽然会玩 但是和他玩不仅要流汗 甚至还要玩命 这让陈亚伦知难而退 便毅然选择了一个黄性富商 这位富商并不是别人 正是台湾有名的黄老板黄仁忠 是鼎鼎有名的花花公子 跟许多女明星都有着干爹与干女儿的关系 他有一个爱好 喜欢收藏眼星 陈宝莲 陈彦丽等女明星都被他惊哭藏笑 参演过多部三级片的陈亚伦 自然也拿到了进入黄大哨设程的入场券 就这样 来者不惧的黄老板收下主动送上门的陈亚伦 在大别墅中能同时躺下九个人的大床上 给他挪了个位置 虽然陈亚伦长得性感嫩媚 但是黄老板身边的后宫嘉丽 实际在太多 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本就照顾不过来 或许是对同一种蛋白质尝腻了 况且次数还少之又少 甚至还需要跟无数的后宫嘉丽 争宠才能尝到 陈亚伦便转身投入了高级驯马师 王瑞勋的怀抱 王瑞勋和许人也 前恋马师王登平的儿子 是一名很有钱的富二代 在娱乐圈也是跟许多女明星友往来 这边跟富二代男友搞激情 还有空腾出手来 在娱乐圈 负责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很快又有一名男人赢了上来 此人正是TVB男艺人李思杰 是一名具有搞笑能力的邪心 他本人虽然名气并不是很大 但是却有着不俗的背景 2013年 39岁的李思杰被媒体拍到 跟47岁的陈亚伦在出租车内热闻 坐实了之前两人因合作 晚眼王所传出的绯闻 对于陈亚伦 李思杰有多么着迷呢 要知道当时的李思杰 有着一名正拍鱼有春拳 但他仍然大胆宣布 陈亚伦是我的女人 甚至还表示自己19岁就亲过他 对他很迷恋 带着小三身份的陈亚伦 似乎也很受用 觉得可以很好拿捏李思杰 甚至传出将人工受孕 寻求为李家生下儿子的消息 然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尤其像李思杰这种杂食心动物 没过多久 陈亚伦被他吃厌了 就正式分道扬镳 歌询新欢了 更劲爆的是 媒体还爆出陈亚伦 有段神秘的同性关系 2013年有媒体爆料 称陈亚伦偶然认识了 台湾女歌手潘美神 那时中性打扮的潘美神 第一眼就被长相靓丽的陈亚伦 神神吸引 事后对他展开激烈的追求 或许是和男人玩得太累 腻了 陈亚伦没有拒绝潘美神 并且在北京过去了一段同居生活 但这段恋情只维持了两年就结束了 2014年底 48岁的陈亚伦再次遭到媒体的爆料 直指他跟太阳城娱乐老板周周卓华 也就是绰号 大命鼎鼎的习米华 曾经交往过半年 有关这个蝶马仔的故事 之前也有提及 总而言 在习米华很复杂的后宫里 陈亚伦只是一片飘过的炮灰 作为万花中的一朵 迟早有凋零了的事后 此后 陈亚伦跟一个男人 走上了谈婚论嫁的道路 然而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没过多久 陈亚伦自己却公开宣布 跟未婚夫一刀两断 甚至表示 对方就是一个没有担当 不负责任 重心机的子私男 就这样 以过不惑之年的陈亚伦 跟婚姻擦肩而过 因为没有了以前的容颜和热度 连之前和自己纠缠不清的绯闻 也和某些东西一样停了 好在陈亚伦打拼多年 也有些积蓄 后来跑到广州买下一套房 直接过去了 与狗为伴 养狗为乐的平淡生活 只是单身难免寂寞 因此 陈亚伦经常和一些明星往来 跟陈浩鸣一家 翁红一家合影玩玩 在照片里笑得很甜 可如今也是年过无旬的他 身边也只有几只害狗相伴 果然自古红颜多薄命 潇洒半生了他 始终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有缘人 看到身边朋友的我儿女满堂 其乐融融的样子 估计也会生出几分寂寞 可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人生路全都自己选择的 既然是自己选择的 就要勇敢面对 毕竟这个世界那么大 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探索 只是如果当年他探索时 换一种颜色 或者摆色齐放 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 他出生就遭父亲厌恶 从小爬搁个床找安全感 十六岁就出落的名艳动人 一副好皮囊 让他打小就知道 男人就是用来玩的 他出道即遭遇哥哥张国荣 请典 不费吹灰之力 就与周慧明 苏永康 杜德伟等人 同台共享鲜花与掌声 他献艳求书真 霸王金要武扬威要资源 最后却沦为风月边角料 他就是被称为中楚红蟹班人 香港最后一代性感游物 陈亚伦 挣扎半生 却怎么也红不起来 反倒是在一条黄色的道路上 越划越远 1966年 陈亚伦出生在香港 一个离异家庭 他从小就跟母亲和哥哥 一起生活 虽然从小没有父亲的陪伴 但是却丝毫不影响他的发育 一袭大波浪长发 精致的脸蛋 术果雷雷的身材 导致上学时许多男生 经常围绕着他转 1985年 19岁的陈亚伦陪朋友去参加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 原本没有报名参加的打算 但爱和朋友交钱替他报了名 也只好硬着头皮参赛 那届歌唱大赛中 有苏永康 杜德伟 李克勤 周慧明等新人 可谓人才极其竞争激烈 陈亚伦唱歌并不突出 也没有取得什么名次 反倒是身材该突出的地方很突出 面容也很突出 有点像钟楚红 令人眼前一亮 脸参赛的男生们都围着他转 一不小心成了轴心 哥哥张国荣和李小田两位贫围 也忍不住对他多看几眼 频频点头 这一年苏永康刚刚二十岁 正是经历旺盛的时候 怎么可能忍得出 性感美女的主动嗜好呢 两人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这位两人日后促膝谈心 提供了条件 也让陈亚伦顺理成章地 进入了一个黄姓男人的射程 开始想扎根港圈后的他 开始利用高美貌优势各种谣人 通过苏老哥的推荐 他把陈小姐推荐给了 自己的好哥们黄尚伟 随后黄老哥就成了 陈小姐的正牌男友 鄙视的黄尚伟也是个人才 能力很强 尤其是在音乐方面 黄老哥更是有自己的拿手好活 记得见面那天 看到长得如此惊艳的陈亚伦 单身多年的黄尚伟 咽了咽口水 不禁打了个冷战 自此一见钟情 于是黄尚伟绞尽脑汁 为陈亚伦专门打造了 谈多个夜晚 只喜欢一个人这两首唱片 不仅没有收费 而且还帮他拉来了投资 并主动给他担任监制 谁知这次他破功了 专辑依旧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尽管没有因此走红 看到黄尚伟为自己忙上忙下 挺辛苦的 陈亚伦还是给予了他 食性食软的安慰 可那时陈亚伦满脑子 还都想着是怎么走红 见自己在唱歌的问题上 实在不突出 便抛开黄信男友 盯上了一个能让他走红的胖子 这名胖子不是别人 正是那导演 王天灵的儿子王金 王金堪称鬼才导演 对捧红身材突出的女星 很有心得 身材突出的张敏 在王金和相视兄弟的 共同开发下 因出演金装追女仔之二 等脱颖而出 陈亚伦看了看自己 觉得自己也挺突出 应该能从王胖子这里 找到突破口 便主动接近 只是王金当时很忙 想遣规则天天都能遣得他 身边美女实在太多 比如今做核酸排队的人还多 所以并没有一开始 就把他放到重点位置 倒是给了个机会 小试了一把他的身前 1988年 王金先让陈亚伦跟 邱淑珍 李美凤 张曼玉等人 一起出演电影 《求爱敢死对》 只可惜他既不如人 依旧没有积极太大的水花 此后 陈亚伦还在周润发主演的 《老虎出坑》 胡慧中等人主演的 《霸王花忠》 打过酱油 该和演技拼不过 吴君如等人 而身材又拼不过叶子眉等 依旧不温不火 1990年 24岁的陈亚伦和 莫绍聪 周星驰等 一起合作出演了 电影《龙凤茶楼》 在影片中 跟莫绍聪出演一对行律 上演了很多大识度的戏份 从而传出了一些绯闻 莫绍聪也算得上市 有名的《花花公子》 和他传出过绯闻的女星 也走马灯般换个不听 其中 还有日后将与陈亚伦 发生重要交集的宴星 陈宝莲 那段时间 陈亚伦还参演了电影 《老虎除更二》和《我老婆不是人》等 但论颜值又不如关芝林 论演技也很一般 此时的陈亚伦 看见自己几番折腾后 依旧眉红 便在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却不小心有点黄 1992年 24岁的邱淑珍 在王静的亲自操盘下 凭借电影《聚落羔羊》 戏粉无数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性感女神 甚至还被提名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看到前配邱淑珍 仅仅因为一脱 就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陈亚伦便心仰难耐 想要效仿爆红 于是陈亚伦又主动找上了王静 用行动表达了自己拍片的决心 王静一番打量后 亲自为他量身制作了大尺度风月片《维情》 陈亚伦本想 这次做出一点牺牲 换来王胖子的力挺 一定能够以托出名 这次却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滑铁路 陈亚伦不仅没有像邱淑珍那样以托成名 反而因为托的尺度太大 让观众一览无遗 没有了可以幻想的空间 一点也不买账 如此看来 王胖子在女性身上出力大小 和令女性成名大小 往往也是成正比的 实在不甘心的陈亚伦继续挺挺胸脯 陆续又拍摄了《南洋十大邪术》 《风尘三女侠》等风月片 尺度也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黄 但依然没有如眼爆红 看到女友拍片的尺度越来越大 黄尚伦实在无法忍受 头上绿油油的大草原 对他彻底死了心 转身和另一个女人好上 后来结婚了 没有了男友的束缚 陈亚伦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主动跟许多隐士大佬攀设了关系 并且发生了一些不知真假的劲爆绯闻 如搞没爆出的 平安夜被庶民大汉亲婆 实在很颜色很暴力 当然 这些大佬中自然少不了精力旺盛的成龙大哥 他一度和陈亚伦靠得很近 笑得很欢 貌似很爽 成龙大哥虽然会玩 但是和他玩不仅要流汗甚至还要玩命 这让陈亚伦知难而退 便毅然选择了一个黄姓富商 这位富商并不是别人 正是台湾有名的黄老板黄仁忠 是鼎鼎有名的花花公子 跟许多女明星都有着干爹与干女儿的关系 他有一个爱好 喜欢收藏眼星 陈宝连 陈彦丽等女明星都被他惊哭藏笑 参演过多部三级片的陈亚伦 自然也拿到了进入黄大哨设程的入场圈 就这样 来者不惧的黄老板 收下主动送上门的陈亚伦 在大别墅中 能同时躺下九个人的大床上 给他挪了个位置 虽然陈亚伦长得性感嫩媚 但是黄老板身边的后宫嘉丽 实际在太多 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本就照顾不过来 或许是对同一种蛋白质尝腻了 况且次数还少之又少 甚至还需要跟无数的后宫嘉丽争宠 才能尝到陈亚伦便转身投入了 高级驯马师王瑞勋的怀抱 王瑞勋何许人也 前练马师王登平的儿子 是一名很有钱的富二代 在娱乐圈也是跟许多女明星有往来 这边跟富二代男友搞激情 还有空腾出手来 在娱乐圈负责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很快又有一名男人迎了上来 此人正是TVB男艺人李兹杰 是一名具有搞笑能力的邪心 他本人虽然名气并不是很大 但是却有着不俗的背景 2013年 39岁的李思杰被媒体拍到 跟47岁的陈亚伦在出租车内热闻 坐实了之前两人因合作 晚眼王所传出的绯闻 对于陈亚伦 李思杰有多么着迷呢 要知道当时的李思杰 有着一名正拍女友春晨 但她仍然大胆宣布 陈亚伦是我的女人 甚至还表示自己19岁就亲过她 对她很迷恋 带着小三身份的陈亚伦 似乎也很受用 觉得可以很好拿捏李思杰 甚至传出将人工受孕 寻求为李家生下儿子的消息 然而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尤其像李思杰这种杂食心动物 没过多久 陈亚伦被她吃咽了 就正式分道扬镳 歌询新欢了 更劲爆的是 媒体还爆出陈亚伦 有段神秘的同性关系 2013年 有媒体爆料 称陈亚伦 偶然认识了台湾女歌手潘美琛 那时中性打扮的潘美琛 第一眼就被长相 顶的习米华曾经交往过半年 有关这个蝶马仔的故事 之前也有提及 总而言 在习米华很复杂的后宫里 陈亚伦只是一片飘过的炮灰 作为万花中的一朵 迟早有凋零了的时候 此后 陈亚伦跟一个男人 走上了谈婚论嫁的道路 然而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没过多久 陈亚伦自己却公开宣布 跟未婚夫一刀两断 甚至表示对方就是一个 没有担当 不负责任 重心机的子思男 就这样 以过不惑之年的陈亚伦 跟婚姻擦肩而过 因为没有了以前的容颜和热度 连之前和自己纠缠不清的绯闻 也和某些东西一样停了 好在陈亚伦打拼多年 也有些积蓄 后来跑到广州买下一套房 直接过起了 与狗为伴 养狗为乐的平淡生活 只是单身难免寂寞 因此陈亚伦经常和一些明星往来 跟陈浩明一家 翁红一家合影玩玩 在照片里笑得很甜 可如今也是年过五旬的他 身边也只有几只害狗相伴 果然自古红颜多薄命 潇洒半生了他 始终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有缘人 看到身边朋友都儿女满堂 其乐融融的样子 估计也会生出几分寂寞 可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人生路全都自己选择的 既然是自己选择的 就要勇敢面对 毕竟这个世界那么大 还有很多值得继续探索 只是如果当年他探索时 换一种颜色 或者摆色齐放 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游戏